还要来看到就在5号下午有一艘福建渔船越界到金门海域违发博鱼 结果遭到了海巡队取缔 那么当时船上的一名张星大陆籍渔工因为很紧张赶快收网 却因此被含有剧毒的虎鱼给刺伤了 当场痛到站不起来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李怡婷 是的主播 我们可以看到这名大陆籍渔民是被含有剧毒的虎鱼刺伤 脸色发白痛的贪坐在船上站不起来 金门海巡队是赶快紧急把他送一急救 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的状况 痛得会肿很大 痛到你哭了 这艘大陆福建的渔船5号傍晚越界到金门海域捕鱼 向到海巡队取缔 当时船员紧张的是赶快收网 没想到这名30岁的张姓船员呢 不小心着手的食指尖被含有剧毒的虎鱼给刺伤 马上就肿起来 还痛得贪坐在船上根本就无法站立 俗称虎鱼的狮子鱼 屯起和腹起有很强的毒线 一不小心被刺到就会中毒 不但会红肿呢 还会非常的疼痛 严重的话会引起发烧 抽搐或者是休克 张姓船员目前送一之后没有大碍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交还给棚内 对 好